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张扬他的龙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 诗篇二十七篇四节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要感谢赞美你 因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 求你帮助我们 渴慕你的话语 明白老师所教导的圣经故事 带领我们完成今天的主学功课 我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所祈求的 阿们 现在我们来唱世界的观 别书有对宗人说 我是世界的观 跟从我地球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的地球不在黑暗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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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光 必要的操生命的光 必要的操生命的光 生命的光光光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 黑暗地走 必要的操生命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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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光光光 老是耶稣的小羊 总日快乐喜羊羊 祖必亢固且威养 祂的小羊 我是耶稣的小羊 总日快乐喜羊羊 祖必亢固且威养 祂的小羊 我是耶稣的小羊 总日快乐喜羊羊 祖必亢固且威养 祂的小羊 我是耶稣的小羊 总日快乐喜羊羊 祖必亢固且威养 祂的小羊 小朋友们 你们还记得 之前我们有读过关于玛利亚和约瑟的故事吗 当时 上帝差派了一位天使 向玛利亚说 你要生下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做耶稣 祂是很特别的 祂就是那位以色列人 渴望已久的君王 祂是大卫的子孙 而且祂的国要存到永远 玛利亚的未婚夫 约瑟 一直都很想迎娶这个玛利亚 但是他发现玛利亚已经怀孕之后 心里就非常的不安 他以为玛利亚对他不忠 违背了他们的婚约 所以他想跟他退婚 但是上帝在梦中跟约瑟说话 他知道玛利亚所怀的孩子 是从圣灵而来的 他将要拯救百姓 最后 约瑟也按照了上帝的吩咐 迎娶了玛利亚 圣经里面没有记载 耶稣诞生的日期 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选择 在每一年的12月25日 为耶稣的诞生日 老师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如果你们今天活在耶稣的时代的话 你们看见刚出生的小小的耶稣 你们会对他说什么话呢 今天的圣经故事 里面有两个很爱上帝的人 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人 他们在看见 婴孩耶稣时 他们有什么反应 以及他们说了什么话 摩西律法规定的捷径期满后 约瑟和玛利亚 把婴孩带到耶路撒冷去献给主 因为主的律法规定 必须把长子分别出来献给主 他们又按照主的律法献上祭物 即一对班纠或两支除歌 耶路撒冷有一位公义近前 有圣灵同在的人名叫西面 他一直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者到来 圣灵曾启示他 他去世前必能亲眼看见主所立的基督 一天他受圣灵感动 进入圣殿 看见耶稣和玛利亚抱着婴孩耶稣进来 要依照律法的规定为他行奉献礼 就把他抱过来 称颂上帝说 主啊 现在你的话已经成就 可以让你的奴仆安然离世了 因为我已亲眼看到你的救恩 就是你为万民所预备的救恩 这救恩是启示外族人的光 也是你以色列子民的荣耀 约瑟和玛利亚听见这番话 感到惊奇 西面给他们祝福后 就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 看啊 这孩子必是以色列的许多人跌倒 许多人兴起 他将成为众人攻击的对象 好叫许多人的心思业念暴露出来 你自己则会心如刀割 亚世支派中有一位女先知 名叫亚娜 是法内利的女儿 婚后七年便开始守寡 只有一直住在圣殿里 尽时祷告 日夜侍奉上帝 正在那时 他也前来感谢上帝 并把耶稣的事 报告给所有盼望耶路撒冷蒙救赎的人 约瑟和玛利亚 办完了主的律法规定的一切事之后 就回到他们的家乡 加利利的拿撒冷 耶稣渐渐长大 身心强健 充满智慧 上帝的恩典 与他同在 小朋友们 看完了以上简短的故事 我们来温习一下 在故事里面 根据西面所说的话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是要完成什么使命呢 其实耶稣就是上帝所拣选的拯救者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要拯救万民 让他们得到救赎 故事里的另外一个人物 就是女先知亚纳 他又做了什么事情呢 这位先知 他看见 婴孩耶稣 他就赞美上帝 并且 向所有期待上帝来 救赎耶路撒冷的人 宣讲耶稣的事情 最后我们从 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可以 向亚纳和西面学习 第一就是我们要 明白 耶稣降生的意义 第二就是我们要学习 感谢上帝给世人 赐下救主耶稣 看完了今天的故事 我们就来看过今天的经据 上帝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争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陷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存世 福德 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